那同样的不断在延烧的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被质疑造假这一件事啊 岛内的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在19号表示 有两名学者证实蔡英文的论文是没有口识主考官的签名页的 其中还有一位学者徐永泰他在当天投书台湾媒体 透露他几经周折才看到了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发现的这一篇论文啊像是由多篇的短论文去集合编排而成的 而且有很多的疑点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则是要求成立调阅委员会找真相 面对质疑呢民进党方面指责蓝莹有黑银计划 即林环强教授的一枪毙命之后呢 事隔一个多月因为家属民进党一直迟迟不肯开死亡证明书 所以有位徐永泰博士再开一枪两枪毙命 台湾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在19号的网络节目中提出疑点 蔡英文全部的论文共401页 391页有编码 却多了10页未编码 论文第一章还缺6页 另外也发现错误的部分甚至是用手写改错 彭文正指出 徐永泰指蔡英文的整篇论文 90%的打字是左边对齐右边对齐 10%是用一般打字击打的 左右对齐的打法是1990年初发明的 那蔡英文1984年的毕业论文是如何独家取得1990年初的新科技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为何毕业35年后才被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建党 而且外人想调阅还有诸多保密规定 据悉牛津大学经济史博士 美西华人学会理事长徐永泰 专程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调阅蔡英文的论文 他亲眼看过蔡英文的论文后 指出蔡英文的论文封面是全新烫金字体 而内文纸张却像是传真拷贝的 还有多处手写修改痕迹 没有主考官签字很不寻常 同样是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徐永泰还认为 蔡英文的论文内容缺乏总结 批注不连贯 书目漏列 个人论点偏少 比较像是多篇短论文集成的大板块 这个论文当年是35年前的论文 所以当时的做法有他的做法 如果你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 那大家就说或许有一些 有一些要问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处理论文 都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处理的 学位是真的 讲不了 有学位就是一定有论文 选战打的是我们的政策 打的是我们的价值 那不是是无中生有 或者是或者叫做抹黑吧 对于蔡英文声称 有学位就一定有论文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游子祥质疑 蔡办发言人声称 蔡英文论文是依照伦敦政经学院校方相关规定 亦可供人公开检阅 但阅览的重重限制 根本不是伦敦政经学院校方的通案规定 而是论文作者蔡英文的个人要求 因此蔡必须说明 论文基于什么理由 要设下如此严格的限制 不给大家看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和前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博士论文都查得到 为何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却怕被看 本党团要求立法院成立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 那么要比照这一个319的枪击事件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19号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20号会行文到台立法机构 希望成立调阅委员会 公布蔡英文论文 找出真相 希望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不要杯葛 而据台湾媒体报道 根据国民党11号中常会会议记录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在响应议题时认为 可由明代透过享有免责权的质询方式 继续追查 此举遭部分媒体解读为 国民党拟定黑鹰计划 民进党党主席卓永泰发脸书认为 黑鹰有三部曲 最后还要苏贞昌在台立法机构公布论文 卓永泰批评对方 小心玩火自伤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20号也附和表示 国民党的抹黑手法 过去他也看多了 希望大家都办点正事 选举公平竞争 少来一点闹剧 通过博士论文取得学位 回来大学教书 都通过历次的检核 跟检户相关的证据 这一次外界质疑 外观也都查核属实 那这种选举到了 才来抹黑 这真是政治闹剧多一桩 没有任何黑鹰计划 因为蔡英文施政 做得非常非常好 要黑他不确定一下 现在呢 这个不管是民进党主席 周荣泰也好 还有这个台行政机构 负责人苏贞昌也好 他们的矛头都指向蓝营 说这是一个黑鹰计划 绿营的操作 教授您怎么解读 这个论文争议 以独公独 独是独派的独 是独派打独派 是深律 祖母律 打一个浅律 隐藏律的参议 所以以独公独 论文争议 那问题是 如果这是黑鹰计划 那也是太失败了 坦白讲 我不赞助国民党 去做这个事情 以独公独 人家已经是后发先知 你不可能后发先知 也就是说 当民进党或者是深律 用如此大的动作 如此用心的动作 去修理蔡英文的时候 国民党不可能 做得比他们好 蔡英文这个部分 以我自己写论的经验 它就是重大瑕疵 唯一的可能 35年前 1984年蔡英文 先到东吴大学 他们的东吴大学 跟中吴大学申请 当时还是有审查计划 不要忘记 那时候蔡英文是一届平民 不像现在位高权重 所以你说 35年前 它去影响 人家这个审查者的审查 不太可能 很难 所以以她一个 青色的小女生 拿出一个证书去审查 我想基本上的形式 应该符合 只是说 那个形式之后的 论文的瑕疵 应该是惨不忍睹 所以她到现在 有难言之隐 所以我认为说 重大瑕疵的几率高 造假 没有论文 学位这件事情的 几率低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蔡英文敢去告 因为她有学位 可是整个过程 应该是难言之隐 但是我觉得 对国民党来说 如果打这个 刚好让人家转移焦点 你就让 以独攻独 独派去打独派 从最坚强 保留的内部 去修理蔡英文 就可以了 这个情况 其实到目前为止 蔡英文 有关这部分 她非得要澄清不可 倒是国民党 你如何能够另辟战场 蔡英文不是玩人 她除了论文之外 还有其他部分 可以打的地方很多 例如她对军工教的 无情无义 用完机丢 然后把军工教省下的钱 拿去当火山孝子 都可以去诉说 更多民众的共鸣 我认为蔡英文 这篇论文的重大的瑕疵 总有一天 在选前一定会揭发出来 是多难堪 该面对还是要面对 那蔡英文这一次 在论文事件当中 自己的表现 也是有很多疑点的 因为本来 越临近选举的时候 政治人物 不管她自身 有没有出错 那她都想赶紧的 把这个事情 停息掉 要赶紧灭火 想请教一下 凤勋女士 她的这个反应 会不会有一点 过分的冷静了 而且岛内有一种声音 说现在蔡英文方面 想要power 给蓝莹等着来养 您觉得是这样吗 我先讲说 在主打这一个题目的 她是所谓的喜乐岛联盟 其实在台湾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 讨论喜乐岛联盟 我觉得观众应该 并不陌生 他们也正式的推举了 由吕秀莲来代表他们 来角逐明年的 领导人的大位 然后陈翠平也明白的 说吕秀莲出来 其实目的并不是 要自己当选 其实是真的要拉掉蔡英文 所以要说蔡英文 跟喜乐岛联盟 他们合演了 这一出苦肉计 我觉得困难度 好像有一点点高 我还是要强调 我没有办法认为 她这个博士是假的 因为虽然她毕业证书 确实有一点 让人觉得起疑痘的地方 可是这里头 如果说是一个耳的话 蔡英文要联合喜乐岛联盟 要联合伦敦政经学院 然后一起合起来 演一个合谋戏 我觉得可能性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比较认为是 她在取得学位的过程当中 恐怕有很多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一旦被揭露出来的话 是真的诚信上面 会有极大的生育考验 我相信如果是没有考官 签名的论文的话 她一定在取得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重大疑议 因此她才会隐藏的这么好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终究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 不是蔡英文有没有博士 而是她有没有人格上面的 诚信这件事情上面的重大瑕疵 过去我会在几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蔡英文呢 她领18%的这一个公务人员的 退休的这种优惠的存款的利率 可是呢 却开口闭口去骂拿18%的人 那时候她拿18%骂18% 我们会觉得蔡英文很不可思议 但我最近其实看她 不管是在谈律师高考的事情 或者谈学位的事情 或者去谈纽约大楼的事情 乃至于去谈小三通的事情 我认为她她在人格上面 抢功然后不诚信 然后努力的要去做到自己完美 以至于不够诚实的 这一个人格特质 我觉得才是我们现在 要思考蔡英文 什么才是真正的蔡英文的问题 好的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 福州演播室柯竹 好的谢谢诗员